向南诚恳地对杨晓云表示 自己真的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他 他希望杨晓云把孩子生下来 青春励志小说奋斗 作者时空正在播出 在杨晓云的家里 向南叫喊着要跳楼 杨晓云一把抱住了已经爬上窗户的向南 然后用尖利的声音叫道 向南 向南你生死了你回来 夏琳 夏琳快救命啊 夏琳裹着玉京冲了进来 看到这情况立刻冲上去拉向南 玉京掉了又赶紧围上 简直是手忙脚乱 两个姑娘齐心协力 终于把向南从窗户那头拉了回来 向南 向南你要跳你也别跟这样跳啊你 我 我受不了了 我不离婚 给我一次机会我错了 原谅我吧 夏琳和杨晓云彼此看了一眼这种狼狈的情况 夏琳果言了欲惊 两个人又看了向南一眼忍不住笑了起来 夏琳对杨晓云说 杨晓云 这哪像个丈夫啊 我看啊 像你生的就是没腾出手来教育 杨晓云 你看他都这样了 你就饶了他吧 我能饶什么呀 我哪知道啊 人家都崩溃了 你还要怎么着 反正都是你们俩的事 要不这样 我先出去 你们俩 你们俩再谈谈 可可可他要再玩跳楼 我怎么办啊 向南躺在地上直耍赖 那 那他离不离了 杨晓云和夏琳互相看了一眼 夏琳正色道 小南 你坐起来好好说话 你别再跳楼了啊 你啊 你劲儿再大点儿 我就光着被你拉出去掉楼底下了 你想我招谁惹谁了 小南 你也太缺德了 是啊 我简直不该设想 小南 你赶紧坐起来好好说话 你别用来这一套挨兵必胜 你搞什么悲喜剧啊 太丢人了你 向南坐直身子一直夏琳 他 他那打扮得跟希腊妇女似的 我哪拿着动了我 杨晓云看着夏琳 两个人突然乐了 夏琳走到了门边上 说 哎 你们俩聊吧 要不我先找根绳子 把它系那暖气片上 你们再开始聊 谢了啊 不用了 真的谢了啊 夏琳走了 随手本来戴上了 向南站起来 我 我不离婚 那你要怎么着 只要不离婚怎么都行 你冷静点像呢 你好好想想你再说话 刚才你完全就像个无奈 你知道吗你 我 我赖子我也不离 是不是知道我手术做了 你麻烦没了 你一下子来情绪了 小云 我真的离不开你 你对我最好了 可是我还没报答你呢 你离开我 你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根本就不像是过日子 一点希望都没有 怎么没希望啊 你老是一副自满自足 那烂迷忽不上墙那劲 我能说你审灭我 哎呀 我知道 你跟你妈一样 就是嫌我挣钱少 我有多挣点不就得了吗 你说挣多少吧 你说一数 我还好有一个努力方向 再跟你说不通 我说 说你没有责任感 责任感多少钱一斤 你说说 夏琳 夏琳你进来 他又一模一模 傻人无赖了 哎呀 杨云 我跟你说正点事 谁傻无赖了 夏琳乐呵呵的进来 他已经换上了一身休闲妆 怎么样 你们俩谈得怎么样了 夏琳 我跟这个人 跟这个 跟这个人说不通 哎 要不然你们俩呀 先别忙着离 你们俩先分开一段时间 你们彼此都冷静一下 我冷静了呢 就是杨云不冷静 才突发奇想的想到离婚 我突发奇想 我不冷静 我告诉你 我是又冷静又热情的 向你提出离婚 冷静是因为非离不可 热情 热情是因为我想离得快点 再快点 夏琳你说 我对不对 嗯 我看啊 你们俩都需要再冷静一点 然后再说这件事 两个人看了看夏琳 都点了点头 杨小云挥着小拳头 那好吧 我冷 我冷 一个月后 在一个带有台球案子的酒吧里 陆涛 华子和向南 坐在一张桌边上喝酒 最晚到的 华子问道 向南 现在你情况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嘞 陆涛说 反正啊 我们俩住一块 就向南 三天两头的往杨小云那儿跑 每次回来啊 就跟那迎头挨了一闷棍似的 杨小云 你看啊 这姑娘不是多着呢吗 怎么就那么想不开 就踪着杨小云一个呀 那些姑娘跟我有什么关系 夏琳 你认识一个就跟你有关系了 得了吧 我没兴趣 唉 你瞧瞧啊 没想到转了一圈 又是咱们仨人混一块了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 华子后子还站着一框 露露什么的 虾兵贴将呢 陆涛 我知道你的实力 傅家女追你 你都不再答应的 我可就一杨小云 一不小心 鸡飞蛋打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杨小云真是好 得了吧你 好 好你追人家灵山 我哪儿追了 我不是给你创造条件的吗 华子听着在一旁笑了 你瞧啊 还听嘴哟 就是 好色就好色的 还不承认 反正我现在 我就喜欢我们家杨小云 小男 据你媳妇反应吧 那天你发神经病 先生猛看着夏天西岛 然后玩假跳楼 弄俩女的抱着你 在窗户上演着自杀秀 你还挺能遮掌 这以前还真没看出来啊 确定的 我才没呢 那人这夏天洗澡 你冲去干嘛去啊 我找火 我打火机放在 洗手间台子上 行 小男 哪天啊 我也得看看杨小云洗澡去 看去吧 反正现在杨小云闲着呢 华子对陆涛 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完了 这话说呀 整个自暴自弃 哎 小男啊 你觉得这俩老姑娘 谁身材好啊 废话 当然是我们家杨小云了 哥哥 我看这人完全疯了 我走了 服务员 买单 哎 别别别别 散东未尽呢 我现在正打听支援 大西北那边 还要不要人呢 可这把我给闲死了 你也可往上去 你一去路上 把人家房价泡沫 又得吹起来了 还让不让人过了 哎 还说呢 现在网上这房子的事 算是闹翻天了 是 就说有的人 现在攒一辈子钱 都买不起房 哎 现在炒房子 忽确得 向南终于缓过一点来了 他接着话说 哎 路涛 说这炒房子的 你那副爸爸 不就是其中一个吗 哎 你知道 有些人 像徐志森那样的 跟他们在一块 就跟参加里 抢钱团伙似的 一个个还倍儿有信心 一般人啊 还真弄不过他那样的 可连他都说 实力不行 你说 现在这帮发展商 都是什么人呢 说着说着 路涛这话题啊 又转回到夏琳去了 我有时候真想不通啊 你说夏琳怎么就 不站在我这边 你说夏琳为什么非要离开我呢 哎 你们说 夏琳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哎 路涛 我听杨晓云说 夏琳就要走了 那么快 哪天啊 什么时候啊 向南 慢悠悠的笑着 啊 夏琳没跟你说呀 夏琳要走了 夏琳要走了 陈涛 陈涛像是被这疯狂的咒语 一遍遍的叫醒的 那个时候正是上午时分 向南已经去上班了 房间里寂静而空洞 而陈涛则茫然而冲动 他觉得他应该为此做点什么 他把车开到了街上 片刻他有了主意 他到了电脑市场 然后静止走向了一家电脑专卖店的柜台 陈涛在柜台上买了一个最贵的笔记本 接下来 他又来到了一个野外生存用品名牌店 挑了很多件的运动衣裤 最后他顺手又买了头巾 运动凉鞋 袜子 小手链之类 把这些全部塞进了一个旅行箱内 陈涛带着这些东西直奔夏琳家 敲门门开了 米莱出现在他的眼前 你也在啊 米莱贴字了挡着他 低声说 我才应该在的 三年前我就在 陈涛尴尬的挤进门去 夏琳穿着一身家常的衣服 从卧室走出来 好像是刚洗过澡的样子 头发湿湿的 夏琳 是陈涛 陈涛想故意对夏琳说点玩笑 怎么着啊 想偷偷溜走是不是啊 陈涛你好 看着夏琳神采意义的样子 陈涛赶快说 我呀 我送你出国用一大箱子 我三年前就已经有了 那你就带两个箱子走呗 米莱踢了一脚陈涛的箱子 哎 你是不是打算自个儿钻进去啊 告诉你啊 没戏 非让海关给罚摸了不可 夏琳和米莱相互看了一眼 夏琳笑了 其实我们俩都知道你是危险品 我怎么了我 首先你破坏了我跟夏琳之间的友谊 其次你还破坏了我对你的一片痴情 夏琳也是对着陈涛指指点点 嗯 接下来你又破坏了我对你的一片痴情 米莱做出了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哎 陈涛啊陈涛想想的你 两片痴情 你以为是那儿玩的呀你 陈涛挺了挺凶 把手背到身后提高的嗓门 现在你们终于和好了 我很欣慰 嘿陈涛 你在玩弄了我们两个杰出的女性的纯洁感情之后 你居然还有脸感到欣慰 你真是太无耻了你 行 我错了 我太羞愧了 我已经自惭心愧了 还不行 你别装了你 人夏琳都快走了 你才说出早该说的话 你什么意思啊你 给我一边带去 哼 那个夏琳啊 明天上午八点我来送你去机场 哎呦 这箱子里头没有危险品 全都是一些我想着你可能用不着的东西 那走吧再见 陈涛说完 转身走出了房间 两个姑娘注视着她把门关上 米莱叹了口气 哎 还玩帅呢 可恨的是 她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有对我说 她呀 她是想 等我走了以后 她再说 我走的时候 她什么也没送我 还带着米莱 你来机场气我 我坐着飞机 我一直哭到美国 我容易我 对不起啊 米莱 那一次啊 该走的人是我 你看 虽然时间晚了一点 不过 该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 夏林送走了米莱 和母亲聊天到傍晚 匆匆出了门 临走前 她还有一件事要办 她的亲生父亲夏春生 所在的渔室 夏林到了那儿 找到了夏春生的摊 走进来看了看 发现没人 这时候 背后传来了 夏春生的声音 啊 米莱啊 夏林一转身 只见夏春生 抱着一鱼缸 站在她的身后 哦 爸 收摊了吗 我女儿来看 我不收摊 等人呢 走 打个一碗吃饭去 爸 我明天就走了 这么快啊 我来啊 是想办两件事 第一件 这是我转送你的小礼物 陆涛给我的 无锡助学贷款 我自己有积蓄 用不着 爸 给你 这叫做 无锡创业贷款 收好啊 说着 夏林把陆涛 给自己的信封 放在了夏春生的手里 第二件 是想告诉你 我妈最近 一直没找着新的 干脆说吧 她根本就没找 我走了以后 她一个人的日子 一定更不好过了 爸 希望你奋斗奋斗 乘虚而入 对于咱们家 我的意见是 在不久的将来 一家人 最好在一起 夏春生 打开线风 是一摞 崭新的美元 人家 你可真懂事了 好啦 爸 我去办其他事了 行 那我就不收摊了 好吧 爸 再见吧 夏林的声音听起来 显得非常的 清脆 又有自信 在北京机场 后期大厅 陆涛推着一个行李车 放着两个大箱子 夏林走在他旁边 你锁着箱子 我都没打开 那里头到底装的什么呀 反正啊 是你用得着的东西 你打开让我看看吧 打开啊 就不容易关上了 你啊 到巴黎安顿下来 再打开看看 这就是钥匙 你拿着 夏林接过来 收好了钥匙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哎 看 杨小云和米莱在前面呢 他们已经到了 夏林啊 我要是闲着没事 去巴黎玩 你当我导游吧 陆涛假装漫不经心的说着 而夏林 假装没听见 他中杨小云和米莱喊着 哎 你们俩好 哎呦 你们俩懵懵懵干什么呢 我们都快急死了 哎呀 我们路上堵车 差点晚了 哎 夏林 你妈妈 哦 那边呢 去药店给我买什么 去火药了 夏林 到了巴黎啊 你给我们来个馅 我的MFN你寄了吗你 寄了 你放心吧 陆涛横过来 哎 你怎么没告诉我啊 这样吧 你问米莱就可以了 他知道 我才不给他呢 杨小云那也有 杨小云假装没听见这茬 夏林 要是有适合我的法国帅哥 你早点让我安排安排 我打着飞机赶过去 三个姑娘都笑了 这个时候夏林的妈妈赶了过来 哎呦 灵力啊 快快快 快收好了 你上火啊 要记着吃啊 哎呦 昨晚上我刚才想起来 这外国呀 肯定没有去火药 妈 我知道了 杨小云一把 把夏林妈妈给抱住了 阿姨 你放心吧 到了巴黎 玩还玩不过来呢 哪有着急上火的事啊 夏林顺手看了他们表 哎呀 时间来不及了 我得进去了 再见了 说完 夏林推着行李车入关了 大家纷纷对她招手道别 夏林妈妈笑道 灵灵 你注意身体 别忘了给妈打电话啊 妈 放心吧 我一到了就买电话卡 每星期至少打一次 夏林 夏林 再见 再见 夏林 哎 你们两个成功的人 祝你们幸福啊 说完 夏林忽然一把抱住了杨小云 小云 多保重啊 你等我回来 两个人是抱头痛哭 这场面把大家伙都给看愣了 夏林松开了杨小云 道别入了关 大家也纷纷对夏林道别 你来非常好奇地问 哎 杨小云 那夏林怎么抱着你 哭啊 杨小云用手擦了擦 泪痕未干的眼睛 我倒霉呗 说着 杨小云自己笑了起来 总是忍不住寂寞 掉下眼泪 陆涛赶到机场去送他 分别的时候 陆涛心里有着千言万语 但是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给你买手擦 青春励志小说 奋斗 作者石康 演播 小三 卢迪